投资朋友圈这里你的投资决定呢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深入潜出互通有无的单元了 这个单元我们会密切地与国策政策联系起来 找来A股的专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对于后世的看法 那今天在我们视频另一端的老师是张红雷先生 张先生您好 张先生您好 我陈原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A股三大指数早盘就集体高开 其后升幅就逐渐地扩大 户指申成指都升超过了1% 北向资金也是掉头开启了一个买买买的模式 那净流入近70亿元 首先就请您来帮我们梳理一下今天大盘的一些焦点吧 另外呢就是展望后市市场寄托这个经久银食的这个行情 您觉得能否有一批这个此前能不能在这个时候一扫之前的一个腿势呢 好的 那么首先一点呢我们看今天的市场啊确实这个表现的强势那么截止到目前的上涨的加速达到了4000家左右 那么应该说也是近期以来这个赚钱相比非常强的一天 那么客观来讲呢我们看目前在涨的这一些逻辑呢背后呢都是政策支撑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们在昨天大家会看到这个政策面呢还是对量化基金呢有一定的这个限制 比如说交易的比数啊它的这个每秒的报单都有这个限制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而言也就是说 从目前我们看到市场的一个上涨呢更多的是一个政策化的一个利好的推动 那么从回过头来我们看A股的话 今天整个A股市场受周末的这个利好的政策的影响 那么它是一个高开随后呢是一个大幅的一个高走 并且也在盘中呢不断的冲击这个盘中的一个新高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的个股呢也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反弹 那这里边呢我们也要看到整个市场的成交量的市场 今天呢是比周五周五啊就有一个放大 那么这个七八百亿我们从客观来讲的话 应该是北向资金的一个交易的数据的一个 因为在周五的时候由于受到护身港 受到影响的赞产以外 那么在 同企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共产的一个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们可以在成交量上啊做出一定的贡献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市场的成交量呢 应该说是叠加了北向资金 主要是填补了北向资金对市场的一个影响 那么我们看到啊今天北向资金像刚刚主持人讲到 我们北向资金是净流了70多个亿 那么实际上呢这些北向资金更多的还是在打消费股 那么消费股呢今天是以食品饮料板块呢 为主是主力的一个拉升的一个过程 那么展望未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啊整个市场目前的预期还是非常强劲 尤其是在这个PMI数据啊它超预期了以后 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周期股啊等等啊 都有一个有一个向上的一个拉升啊 尤其像期货市场那么是涨幅是更加的明显 那这里边呢更多的还是大家在预期啊 这个三中全会可能会对经济方面的措施啊 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啊今天那个新发言人 也讲到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民营经济发展局 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民营经济可能说也是一个利好 那么对于A国而言的话我们更多的上市的主体呢 也是以民营经济为主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啊政策的一个正向的反馈啊 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呢是比较向好 那么未来的话呢可能说一段时期我个人认为啊 还是以震荡为主啊可能说只是说个股的涨跌呢 可能说是会更加的凸显起来 指数方面我个人认为表现的意义呢 应该说是会特别的支持 今天大盘强势啊主要还是多方的因素来到加持啊 其中一点呢就是看到在地产家居水泥建材等地产店 有一个集体走向啊 消息面上看到北京上海等四大一线城市就宣布 要执行这个认房不认带政策的一个措施 那也是刺激了楼市再度的一个火爆 北京一楼盘啊单日就热销超过了56亿 那您觉得是之前的这个内房政策是足不见效了吗 那这一波行情您觉得这个持续性又如何呢 我们看啊房地产行情呢 实际上呢这一轮的放开呢 对房地产确实是有帮助 因为它在原来的话大家是在限制需求 那么供给端呢是没有做到限制 那么由于供给端出现了问题 那么现在呢是放开了需求端的一个政策 那么从需求端的逻辑上来讲呢 可能说大家目前对房地产整体的一个态势 我们要看得非常清晰 就是我们的人口的拐点已经显现 那么作为人口的拐点已经显现 未来能否出现这个 比如说像前20年房地产的一个发展呢 我更认为这种局面应该说不会特别的大 但是作为核心的这个楼市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核心城市上面 还是有一定的它的需求的 那么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讲的话呢 可能比如说我们原来从80平90平等等 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 它会有一些改善的需求 那么在改善需求上面呢 这一块的需求呢得到充分的释放 那么这是近来啊 就是房地产板块回升的一个关键 就是在被限制性的需求 那么现在出现了改善性的需求 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我今天也在看数据啊 我们整个的这个房地产企业的拿地 在2023年的拿地的情况呢 目前的情况是国有企业拿地为主 而民营经济呢 民营房企呢拿地为辅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而言 未来房地产的行业的影响呢 目前来讲还没有被完全消除 那么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充分预期啊 就是核心城市的房地产 大家还可以继续的去包看 但是呢作为A股来讲呢 我们目前应该说看到的更多的 还是估值的一个修复 并没有说看到整个经济 或者说整个房地产消费 全面的一个爆发 那么这个呢可能说 跟我们目前的人口结构 以及新生而出生 或者说整个的人口的这个见底 趋势见底 那么这个都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所以说在未来的话呢 我更认为为了前20年的这个光临 大家应该说是必须 那么未来会出现 逾步的长春 这些人会见到 那我们接下来看回到另一方面 就近期有多个大宗期货品种价格都大涨呢 焦煤期货主力 近两周是累计涨超过7% 而油价过去一周呢 更是累计涨超过了7% 纽约WTI原油的期货 突破每同86美元 也创了年内新高 能源价格上涨 跟周期性的关系 您觉得大不大 还是说对于憧憬经济复苏 而带动对于环球能源的需求 是更重要的原因呢 我想这里边呢 主要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大家对美国通胀的一个担忧 那么它发布了 我们看到原油的价格呢 是直线的攀升 那么另一方面呢 对于国内的这些 比如说这个黑色金属 或者传统能源等等 那么这一方面呢 可能跟我们国内PMI数据的披露 大家预期这个 PMI数据已经披露了 超预期 那么大家预期呢 经济复苏 那么有带动这个需求的一个上升 所以说两个方面呢 整个带动了这个传统能源的价格上涨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的话呢 可能原油的支撑呢 应该说更加的强劲 而这个目前对于煤炭板行业 或者等等其他能源金属 我个人认为大家还是要继续的去客观看待 因为从目前的情况呢 我们更多的还是以资金催化的角度来看待 因为从期货市场目前 它的资金的净流入呢 是非常的快 因为本身期货市场目前 它是可以做到双向 既做多也做空的 所以它是一个多方充分的一个博弈 那么作为A股的个股来讲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呢 目前来讲 包括像今天我们煤炭行业 或者煤炭中的个股 出现了集体的这个大幅度的这个上影线 那也预示着继续充高的可能性呢 在进一步的下降 那么当然了 大家如果是走补锡率的角度 那么煤炭行业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业 但是作为原油来讲呢 我更加的推崇原油 因为它更 如果说只是作为煤炭行业来讲 煤炭的路口来讲 大家可能在动力煤上面的一个 应该说它是不受到一个大范围的影响 但在焦煤方面 可能说是会更多一点 因为它受经济 或者房地产产业的一个波动 因为它毕竟是渐渐的一个延伸 那么在这个动力煤的话 那么就需要大家对 整个的这个煤炭企业 做一个细分的一个 深入的一个研究 然后再进行投资 所以说呢 我个人认为煤炭行业 它作为当下来讲 它是经济复苏的一个 进程的一个体现 但是能否拥有持续性 或者说这个能否给到 大家非常大的一个回报 我个人认为是 它是弱于原油的 也就是说大家要更多的 去看多原油 原油产业链上的个股 我个人认为是更加的明显一点 或者说更加的清晰一点 就是 好 明白 那我们看到进入9月份 有传统的这个金酒银食的行情 是有望要开展了 那根据以往的一些经验 一些消费 旅游 餐饮板块 都会受到一定的提振 那趁着这个事况 逐步的一个好转 目前您觉得哪一个板块的 这个直播率会更高一些 部署上还有什么机会吗 确实这个食品 这个整个的消费 或者旅游等等 目前从这个 像大陆 它这个七八月份 是这个暑期 学生的暑期 那么从我个人的 出差的一个过程来看的话 确实是在高写票上面 一票难求 那么买票的时候 更多的还是以一个 候补的一个态势出现 那也就预示着 我们目前的这个人员的出行 是非常地频繁 那么当然了 在暑期结束以后 这个现象的有所下降 当然了 那以验证就是 我们同期的出游 是非常的 这个数据 应该说是超过了 2019年同期 所以说我们在 一些消费股上面 比如说互联网的 一系列的这个 平台类的企业 他们的 那么作为A股的消费股 目前 这个不值和 未来的前景 与其上来讲 可能说白酒 是比较清晰的一个板块 因为本身从估值上 一些龙头白酒的 个股的估值 也非常的便宜 比如说只有20倍左右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言 他们有一定的 估值抬升的一个需要 另一方面 从整个的 消费上来讲 我们今年 整个食品饮料行业 或者说餐饮行业 都得到了一个 较大的发展 包括像酒店等等这些 因为旅游 更多的受益 还是比 平台企业 或者餐饮企业为主 那么他们都是 比较受益的板块 所以说 从目前的角度来看 整个的餐饮消费 和这个食品饮消费 大家都可以 去关注 街景或者说 酒店等等 这些方向的 一个吸引行 投资 那另一方面 在预制菜领域 可能说 目前来讲 我们目前 有到说 它有非常高的压力 当然了 大家也可以看 就像 不管 出现消费 另一方面的消费 还有医美的消费 医美的消费 目前来讲 从上市公司的业绩反馈来看 也非常的 并且也非常的 超越期 当然了 唯一不足的一点 就是目前的估值 还是比较高 那么从资金的角度来讲的话 当前的北向资金 虽然今天是以净流入的 一个态势出现 但是在整个8月份 北向资金是整体流出 净流出接近900亿 那么在北向资金 整体净流出的一个态势下 因为北向资金 又非常的偏好 我们A股的消费股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 也筹码的压制 应该说还是表现得 非常的明显 所以说 大家投资消费股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 在A股上面 应该说还是要去辨别一下 它的物质与股 股价的一个性价比的一个情况 然后再去进行投资主持人 好 感谢张先生这一时段 以我们的视频年限 以及精彩的解读 我们也先去一节广告 回来之后 还会有嘉宾见顾环节